請問我們幾個隊友 請問我們是否有一個小隊的訓練 有甚麼警察 為甚麼你覺得 因為暫時我未開始恢復訓練 因為始終我的腳有傷 再加上我們現在是在放假的期間 所以我們隊伍未開始恢復訓練 所以暫時對這個訓練未有太大的影響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大家的支持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所以整個隊伍都很多人關注 其實是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是focus起 就是怎樣再令自己的技術上 心態上再去提升 那就應付未來的比賽 這些影響都是你幾個最大的影響 就是當大家關注你 或者是想你的影響 當然啊 當然啊 就是大家關注一定是令到 所以大家會更加想努力去爭取 就是為香港爭光 不好意思啊 我剛剛沒有參加到巴士 我只是來了這個移職 主要目標 主要目標 其實如果 大體一點講就是想提升自己的能力 如果我自己設定給自己的目標 是看看可不可以在這三年裏面 這個世界排名可以再提高 可能想 就是最終目標 可能是 目標這個世界的潛失目標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是要調整自己的心態 因為心態上現在面臨的轉變就是 可能比賽前我沒有東西輸 但是現在比賽後 可能會有多了少許希望 那現在就要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怎樣去 就是 令自己 就是將這個可能所謂的壓力 變成動力 那 我覺得 我也都有信心做到的 因為其實 就是不論在比賽前的 或者比賽後的 就是其實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人在我身邊幫助 那我也都覺得 就是有他們的幫助 或者和大家的支持 那 可以令我更加容易做到這件事 有之前 就是可能關注到幾個時候 去到比賽的時候 有些關注技術性 就是大家隔壁 可能時間多了 都跟那些市民 有些愛懶的感動 覺得 多了這麼多人關注 這個感覺是怎樣的 其實多了人關注 就很開心 就是首先 因為 就是多人關注 其實大家都是可能欣賞我們 就是覺得我們 在這個比賽裡發揮得很好 所以就會關注我們 這個是一個很正面的一件事 所以都很多謝大家支持 是的 那 我自己會都是跟隊友一樣 就是會視這件事為動力的 那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是 是 是 腳伸方面 其實是 腳伸方面 腳伸方面 其實因為我這段時間 就是沒有練習 沒有做運動 所以其實 都是優養得不錯的 就是 其實我正常 就是出入啊 走啊 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是的 所以其實 我想都很快可以恢復一段訓練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ин